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09年 甘肃法政学堂成立 近代西北文脉由此滥伤 1946年 国立兰州大学作建衣食 便成为国家布局在西部的关键性战略性高校 1949年 新中国的叙日喷泊而出 兰州大学步入发展新纪元 大道之行 天下围攻 110年使命与担当 110年坚守与奋斗 一代代兰大人赋予他厚重的底蕴 反强的精神和创造奇迹的力量 爷爷 何谓志工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1912年 兰大人用热血拨洒民主自由的火种 在祖国危难的岁月里 他们在西北竖起列列战旗 肩负起旧王屠存的众人 黎明前夕 他们不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 献出生命 为了共和国的振兴与发展 一批批特色专业在兰州大学设立 一批批教育名将分治踏来 开学科建设之先河 养精英俊杰之大成 爷爷 何谓志工 利得数人 为国欲才 化学一门六院士 奠定国内学科王者风范 地学师生三代 勇闯地球三级 用行动力守护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 和学人 埋名深山大漠 为国助建 兰大师者始终坚守传道授业 解惑之文分 勤奋 求识 进取的优良雪峰 心火相传 三十七万志工之士 从这里影响世界 兰大校友创办的龙鸡股份 已发展为担心光传领域的世界龙头企业 参与创办的独占杂志 正为建设书香社会 贡献蓝大力量 参与创办的独占杂志 以地做科研 初心不忘为百姓 从服务航空航天热核聚变新能源到推进封杀治理 从黄土高原到非洲大地 用生态学思路化解汉地农业难题 从提出中国现代长期数值天气预报方法 到构建全球半干旱气候变化理论体系 从包虫病研究到多碳药物研发 再到做大做强敦煌雪 推动文明交流互建 蓝大人走在了国际前沿 爷爷何谓志工 史志一流独书一志 国立大学国家重点综合大学 211工程985工程高校 国家理科基地珠峰计划 一路走来是兰州大学百十年 只争朝夕追求卓越的生动写照 浩游行无级 阳翻战信封 草学学科排名全国第一 化学学科进入EISI全球前千分之一 2017年兰州大学首批入选 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 迎来重要发展机遇期 兰大成事而为 内涵提升与外延发展并重 尹大师与建大楼同步推进 建者月 冤者来 用心用情打造一流人才队伍 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力和发展活力 作经作优城关校区 作权作强于中校区 通筹推进兰大双一流建设和兰州城市副中心建设 战在一百一十年的历史新起点 面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今天的兰州大学正向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目标 队众大学目标